智慧创新,开创未来 财团法人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 60年前,为配合纺织品外销政策 于1959年成立台湾纺织品试验中心 以执行我国纺织原料进口 及成品部出口之品质检验与管控为主 1971年,为配合纺织产业的快速发展需求 更名为中国纺织工业研究中心 1980年,再将任务由品管检验工作 转型为技术服务及制程研发 1995年,在土城厂区新建大智、大仁、大勇等三馆 2001年,为能提供一条龙服务建造大驿馆 为开创研发及业务多元化与扩展国际化 在2004年,又再次更名为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至今 未能提供产业加值服务于中南部纺织业者 于2008年,建构了斗六厂区,并成立云林分布 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 找出一个新的空间 让台湾的纺织产业能够到世界去发光、发热 未能协助国内业者开发创新及差异化纺织品 在材料上,针对机能性、产业用、环保及智慧型等方面 进行研究开发 以提供台湾百分之百自主研发、产业应用所需之关键材料 创造国内纺织品的竞争力 在户外休闲、纺织品这一块 纺织所一向都有非常优良的商品 例如Aquatimo、Apotimo 其实这个都是非常的优良 我们也感谢纺织所有提供这么好优良的商品 让我们纺织业界在户外的领域里面可以有更多更好的用途 除材料研发外 未能开发高质化纺织品 纺织综合所 也投入纺织上、中、下游等关键制程研发 以协助国内业者升级转型 为因应全球工业4.0的发展 纺织综合所将杀、枝、染等制程设备 结合了物联网、大数据及云端等技术 以提供数位化系统服务 协助业者能快速精准生产、提升制造效能 纺织所它本身就具备了非常大的研发的能量 因为它工信力在业界中比较强 所以它可以将业界整合起来 变成一个大家能够一起共用的技术 我想这个对未来纺织界的发展 将是一个一页跨核不可限量的一个机会 未能协助国内纺织业者品质把关 其符合国际检测验证标准 建构了物性与化性检测实验室 以及舒适性、个人防护、运动体验等评估实验室 和先进过滤中心 以能提供多元化检测服务 纺综合所的检测实验室及产品验证机构 皆通过TUF国家级认证 于2002年成立机能性 即产业用纺织品认证与验证评议委员会 已制定超过111项产业规范 其中17项已转成CNS国家标准 同时也参与国际标准的建立 以及与国外验证机构合作 以协助国内业者取得国际验证证书 纺综合所也投入环保节能与循环经济等技术研发 以全面实现纺织永续发展的大未来 未能让国内纺织业者掌握纺织国际发展趋势 建构T-NET全球纺织资讯网 该网站为华文纺织资讯整合最佳平台 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开发出Smith情报系统 可洞察运动机能服饰市场的先机 每年定期举办T-NET Campaign 建立国内纺织上中下游业者间的连结 与跨界交流合作 为能协助国内业者培育纺织专业人才 成立了T-NET纺织学院 定期开立纺织专业课程 以及配合政府政策 推动人才培训重点计划 以提升产业数位能力和竞争力 并培训年轻世代与梅合就业 创造双赢局面 未能促进国内纺织业与国际接轨 自2001年开始 每年会举办纺织科技国际论坛 即研发成果展 邀请国内外纺织专家 进行专题演讲及论坛 以带动国内纺织产业 能更具创新及永续发展之能力 纺织综合所自成立以来 已建立500项以上的上、中、下游 关键技术 取得超过690项以上各国专利 每年产业技术转移及服务件数 超过27000件以上 与促成规范及标准数 约184项以上 并获得国内外多项大奖 及机构高度肯定 进驻 纺织所 生日快乐 纺织中和研究所 60周年生日快乐 纺织所 60周年生日快乐 纺织中和研究所 60年来 纺织中和研究所 不断研发创新 带动台湾纺织产业升级转型 强化纺织产业的竞争力 将台湾打造成为 全球纺织技术的领先者 生耕衣甲子 科技之未来 财团法人纺织产业综合研究所